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 并订阅这个频道 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更新了 OK 然后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如何 如何使用华硕路由器里面的一个很 很高级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我看到网上很少有讲到这个功能 那就是它的一个vpn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华硕的路由器 它自带有vpn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刷了那个 梅林的固件 然后就是梅林的那个480的最新的那个 固件的话 也是带有这个功能的vpn这个功能的话 华硕的原厂固件 它或者是梅林的固件 它都带有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功能的话有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一个用处 我看到网上很少有这样的教程 来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个华硕的vpn的 这样一个功能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科学上网用的是SSR 或者说是其他的 比如那个班瓦工 班瓦工它官方有一个 呃 官方的一个机场 它就是叫好像mysocket 这个机场是班瓦工官方的机场 然后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如果说ip被强的话 它会自动的免费的帮你更换那个ip 然后而且它有好几路线 有有电信的联通的移动的等等 好几路线供那个用户来选择 然后价格的话也不是很贵 大概5美金左右一个月 但是呢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同时在线的话 你只能有5台设备 比如你有5台 你要用在那个手机啊 或者说用在电视机或者其他的地方 那这样这样的话你就碰到了一个限制 那这个时候的话 华硕路由器这个vpn的这个功能的话 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能破解掉这个限制 它的原理就是路由器订阅了这个节点 路由器上面是配置好了这个节点 然后呢你的其他的设备 比如你的手机 你在外面或者说你在你其他的人 你的手机 然后你就可以远程连接到你的华硕路由器上面 通过vpn的方式连接到你的家里的华硕路由器上面 然后就可以再通过你的华硕路由器 再去访问这个互联网这样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的话 你就能明白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所以说可能路由器 只有华硕路由器去访问你的那个节点 只有这一台设备 但是呢你的其他的所有设备 都是通过连接华硕路由器 来达到这样一个科学上网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 华硕路由器的话要通过 比如啊你家里面是通过光猫来 光猫来拨号的 那你可以通过光猫的桥接 或者说通过光猫桥接 或者说如果说你还是用光猫来拨号的话 那你就要配置一个端口映射 映射到你的华硕的二级路由器 华硕作为二级路由器来运作的话 那就是要通过端口映射 或者说设置一个dmz dmz的一个映射 映射到你的华硕二级路由器的华硕路由器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从外网来访问到你的华硕路由器 上面的vpn的一个服务 但是呢 但是呢 宽带的服务商的话 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说你是中国电信 或者说是中国联通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个ip 当然他拨号上网的话 他是ip每次拨号的ip是不固定的 但是呢 一旦你拨号成功了以后的话 你的ip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变的 至少你的路由器他只要不断电 那这个路由器上面这个ip的话 他是不会变的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固定的ip地址 就是路由器的固定的ip地址 来访问你的华硕路由器 但是呢 中国移动的话 就会有遇到移动的宽带的话 就会遇到问题 因为移动的宽带的 他的你拨号了以后的话 他那个ip地址的话 都是基本上都是内网的ip 你很难说从外网 就是你的手机 你在外面你的手机很难去连到你的 那个华硕的路由器上面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你可以通过一些 呃内网穿透啊的那些的办法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这方面的教程 可以试一下 但是移动啊 但是联通和电信的宽带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你基本上拨号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公网的ip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打那个他们的客服电话 让他们给你分配一下分配一个 这样的话 你拨号了以后就会有个公网ip 然后呢 呃路由器只要路由器不断电 那这个公网ip是不会变的 那这样的话 你在外面就可以通过那个vp 通过这个固定的ip 在你手机上面装安装一个openvp呢 或者安装其他的 或者不安装vpn的话 不安装openvpn的话 也可以用那个手机自带的那个vpn的那个 呃程序啊 就是那个ipsec 就是里面的那个默认 他支持一个协议 就是ipsec的那个协议 通过手机直接连接到你的那个华硕路由器 然后再通过华硕路由器 嗯嗯 来来科学上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 而且如果说你在华硕路由器上面 呃 外挂了硬盘的话 外挂了硬盘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nass 也就是你在外面可以直接访问家里面的 移动硬盘上面的数据 这是呃 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为你在在国内的话 你无论是中国移动的手机信号 还是联通的手机信号 你在连接家里面的那个宽带的路由器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非常非常速度非常快的 基本上的话 嗯达到好几兆 如果说你拷贝资料啊 从家里的路由器 拷贝到你的手机上面 你在外面用手机来拷贝的话 能达到好几兆 可能两兆三兆每秒的速度 如果说你是4G网的话 但如果说你是5G网络 如果说你的手机是5G信号的话 那速度更快了 也就是你家里如果说你家里的宽带的 是快网速很快 达到500兆或者300兆500兆 那你在外面用5G的手机的话 来拷贝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呃来达到这个呃通过家里面的路由器 来来来来来来连接那个科学上网 然后你你也就是说 你可以手机连接家里路由器 再通过家里的路由器 再在科学上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嗯 当然这个配置的话 比如那个路由器的你点击在路由器的 管理界面 然后左边的一列有一个vpn的一个 一个一个配置 你可以点击vpn 然后进去以后 嗯 然后就会有看到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自带的ipsec 这个是自带的一个协议 就是手机都有自带这个协议的 不需要装额外的装任何的软件 你只要在上面配置一下用户名和密码 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openvpn 就是你点开那个openvpn的 那个选项卡 然后呃配置一下那个用户密码 最重要的一点 是你要在里面要点击 那个里面有一个叫lan only和那个internet only 还有一个boss 这个是关键 你要点击那个boss才行 点了boss以后的话 就是你外面的呃 就是你在外面 你用手机连到那个滑鼠路由器上面 就可以既可以访问内网 又可以访问外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然后那个openvpn的话 路由器上面 在你配置完成了以后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生成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连接文件 然后你要把这个连接文件 就是下载到那个电脑上 然后拷贝到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在手机上面安装openvpn的这个app 然后用app打开这个连接文件 打开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机连接到你家里的华硕路由器的vpn服务器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华硕路由器来 通过家里的华硕路由器来达到科学上网的一个目的 而且呢 华硕路由器已经自带了就是那个规则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说国内的呃 国内的网站的话 它就走国内的国内的那个线线流量线路 然后是国外的网站的话 它就走国外的那个线路 就是通过那个节点走那个线路 所以说不会影响你正常的那个上网的一个速度 ok 这个方法的话 我在网上很少看到有其他的博主分分享 所以说我这边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思路 你可以通过呃 这当然这里面的一个一些难点的话 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在外面 就是用你的手机来连接到你家里的那个 华硕路由器上面 你可以就是刚才说的 你可以通过那个端口转发或者dmz啊 或者说呃光猫的一个桥接啊等等 这些这这些方法嗯来实现 然后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你的那个ip地址 就是你能不能拿到那个呃 公网的ip或者说能不能内网穿透 来从而实现就是连接到你的华硕路由器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的ip地址会不会变 就是一般的话一般只要路由器 光猫路由器的话 光猫的不断电 那你的ip地址一般是不会变的 如果说你的ip地址会变的话 那你要就要想到一个动态域名 你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动态域名的一个解析 然后从而能实现你在外面你的手机 才能连接到那个华硕路由器 当然你动态域名解析的话 呃华硕的那个煤灵固件里面有 也有一些插件 比如那个soft ether 你可以装一下他的一个soft ether 那个插件 然后那个那个插件的话是呃也是免费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有一个ddns 动态域名的一个解析 你可以只用他这个这个功能 其他的那个他的soft ether的其他功能 你可以不用不需要用他 你至于就用那个soft ether那个里面的动态域名解析 而且是免费的 嗯 从而从而达到那个域名 就是ip地址变了 你的路由器断电了 光猫路由器 光猫断电了 路由器断电了 你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soft ether里面的动态域名解析 来达到呃再一次的连接到你的那个华硕路由器上面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欢迎转发呃点赞 然后呃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更新了 呃谢谢大家 拜拜